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也透过体验的课程 体验农民的辛苦 得到爱物少物的好习惯 这个都是我们非得国中学生自己种的 那我们自己地产地消 那我们自己种 然后也可以当成我们这个营养午餐食材的一个供应 那这个是我们食楼教育的一个意义 让我们同学在吃营养午餐的过程之中 这些食物的来源都是农民心里耕种的 那让学生能够把食农教育跟一般的教育结合在一起 那食农教育最主要是让孩子从这个整体的食物方面 从那基层它自己来种 然后去了解 认识 到最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对食物的一个安全的整体的这样一项的规划 后到国中结合后来農的社团课程 现状办理 披萨用油烤的体验 为关注的老师的指导 对饼皮制作 放料入油去烤 把健康饮食 用力核心的库定和生活 做会收好食安 让学生吃得更健康 更安心 我们家政策做了 今天做了披萨 然后我们用的在第四代是大头菜跟花椰菜 大头菜跟花椰菜是我们自己容易设种的 然后我们大头菜我们用腌制的下去做给大家吃 让我学到什么 分工合作的道理 还有农夫的辛苦 要有珍惜感 这学生自己种的 赞 然后老师亲手做的 非常的棒 我当现场也可以看到每一间好好推动 实动教育的项目 苏生共同亲自入团体验 点点做中学 学中学的精神 头发推动实动的课程 用农术 饮食和这些料理 体验丁丁的方式 打造好的实动教育 学习环境 跟中学 打造 夹造一个实安幸福的社区 公益评论 林俊明 报道 蔡宏 报道 关怀电台台议配音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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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